好,接下来我要补充的主题呢 是我们之前好像一直都没有提到的 一个是灯光,一个是相机 那灯光和相机其实影响很大 但是我们好像一直没有碰它 那这里第一个要跟各位讲的是 像这样的环境 那你会发现说,它可能有点暗 那这种有点暗的方式 我按Shift A加个平面 把这个拉上来一点 这种你可能会感觉到太暗了一点点的话 那一个办法是你可以用环境光 那环境光是选这里,Word Word这边有一个Environment Lighting 那你就会发现它亮很多 可是因为都同一个颜色看不太出来 所以我稍微改一下好了 这边给它蓝的 那这边给它红的好 好,这样你会发现它亮很多 跟我没有用环境光的时候差很多 我如果把环境光拿掉 再按一次 是不是就暗多了 那当然你环境光不一定要设这么亮 这么亮也有点怪 所以你的环境光可以调整 比如说调整成0.5 那你这样子就不会太亮 可能也不会太暗 那这是灯光最简单的设法是设环境光 在Word里面选Environment Lighting 那Energy看你去选 那你也可以选那个Color Environment Color 那这里有Sky Texture 看一下 它的 的材质不一样 Sky Color 其实看不太出来 好 那另外呢 我们也可以设 就是 我们也可以设像灯光 我直接去设灯 那我们在设灯的时候呢 你传统看到的都是这种光 这种灯 那我们这种灯 我们选一下 选一下它的物件 那这种灯叫做点光源 Point Point Lamp 就是点光源 那我也可以增加不是Point的Lamp 我是增加举个例子 我直接用这个改好了 这个也可以改 如果我现在是点光源 是这个样子 它是一个从一点往四面八方散射的光源 如果我增加的是把它改成太阳光 那你会看到是这样 它其实是一个平行光源 代表它是一个很远很远 因为太阳的特性是很远 它有一点方向性 所以你按R的话可以去调整它的方向 这是太阳光 那另外一种是聚光灯 这种聚光灯是比较偏向于舞台的那种聚光灯 你可以用这个聚光灯 你可以用这个聚光灯 这也是一个办法 你去看 这个聚光灯就有一个圆圈的感觉 有一个圆圈的感觉 当然你也可以调它的 圆圈圈的感觉 那另外还有这个哈密 哈密也是蛮类似太阳光 但是它感觉比较亮一点 那另外还有一个区域灯光 这个区域灯光 只会就是它的它的作用范围是一个区域 所以这是area area light 那通常呢 这几种你可以随便选用 那一般来讲 除了调整这灯的形态以外 你还可以调整 比如说它的亮度 像这个energy 我如果要调0.5 它就会比较暗一点 那如果我再调0.2 它就会更暗一点 好 当然针对每一种光源 它都可以调 OK 那这是有关于energy的部分 好 那这是光源的部分 那一般来讲 讲光源你也不会只给一个 所以你往往会可以切到顶面模式 多给几个 所以你可以用shift D shift D 来多加几盏灯 那或者是用三点打光 那这是有关于灯光的部分 另外一个我们要看的是相机 那相机你会看到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场景像这样 但是相机其实你可以调整它很多参数 像相机这边有一个focus focus如果焦距我需要对到 这个就是之前的快捷键了 那OK 那它就会把焦距对到那个cube 我如果让它 焦距对到plan OK 好像没有变 看一下 它跟Ctrl T可能不一样 好 那这个相机你可以让它聚焦在 OK 等一下 好 Track 2 错了 我选错 先选这个把它移开好了 好Track 2 这样我就可以永远锁定它 这个是相机用来做锁定的部分 那另外你可以设定相机的一些属性 那像哪一种型号的相机 这个我之前没有看过 好 那还有呢 最主要是这个 Focal Lens 就是说它的焦距 那刚刚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像这样 对不对 它是比较近的 那如果我把相机的Focal Lens 调成20 你会发现它拉远 它拉远 那这是相机的Lens 我如果调成10 那应该就会拉得更远 OK 那当然你也可以拉近 我相机的Focal Lens 如果调成50 那它就会拉得非常近 OK 那这是相机的焦距远近的问题 那这里还有是说 是厘米 还是用Degree 这是叫等级吧 但是这等级是用什么等级 我就不知道 所以大概这样 那你也可以加一些其他的效果 像有没有霧之类 好 那这是灯光 灯光 还有相机 那建议各位去试试看 每一种灯光 你都可以试试看 比如说太阳光 聚光灯 都去试一下 这样你会比较了解它整个 就是灯光的效果 好 那请各位试试看 那请各位试试看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